《中文字幕》 我們從梁州那個年代開始 知道就是中國人你一定會講中國話 學小提琴的人一定要在小提琴上用中國話來拉琴 特別是這普通的老百姓 你一定要讓他聽上去他就覺得好聽 《中文字幕》 我們家是個大家庭很多人的 然後我小的時候 我的一個嬸嬸就是過麗陰之灣畢業的 所以她給我們的所有的孩子都教鋼琴 我是鋼琴進的 小提琴是給被分配的 當時拉拉小提琴到工廠農村演出 因為我們拉拉是外國曲子 聽不懂而不受歡迎 就是經常我們演完了以後 觀眾就沒了 而我們唱歌的這個同學 就上去唱兩首中國歌 下面就再來啊 你說我們心裡真是很難過 我們到了農村碰到老媽媽在那裡 那麼我就問 好聽啊 上海的地方好聽啊 好聽啊 聽得懂啊 我懂 所以也是就是說 我們這個揚樂器 怎麼讓中國人民喜歡 所以當時我們就 大家就想要為這件事情做點什麼 但是呢 馬上過慶是十周年了 我們的縣裡啊 那個曲子都是三五分鐘太短了 那麼希望寫一個 這個兩組 那麼就是這個情況之下去首演 所以你說 首演是有什麼想 我通過這個首演 我是不是能夠移民成家 或者沒有這種任何的想法 這個作品對我來的意義就是說 它使得我學習的這個小提琴 讓中國人民喜歡了 像這個周總理在招待國賓的時候 他一定點一個梁柱的這樣的曲子 介紹的就是說 這個就像你們的 羅密爾和九里 那樣子 就是這樣 人家一聽就懂了 羅密爾就知道愛情故事嘛 就怎樣了 這個三十年當中 我這個位置第一小提琴 就我一個沒換過 三個位置 第二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每個位置換了三個人 看到最後一個人 就是大提琴步又走了 那時候我已經五十歲了 就是覺得再換一個 重新開始 已經沒有這個必要 是我們那時候才決定結束 因為已經有年輕人 時送就不空白了 這個是研究生 他已經上 這是第二本了 第二本 第一本已經慢慢寫滿了 你看他寫作曲 拉了多少東西 中小型的樂器 拉了多少你看 還有這個奏明曲拉了多少 吳班舟拉了多少 中國樂曲拉了多少 那麼他從小學四 要副小四年級 開始進了這個學校 然後一直到 書式研究生畢業 現在是博士研究生 所以你想想看 他現在是第十八年 那我2010年高別舞臺嘛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 集中在教學 但是我覺得 教學工作對我來說 是我最愉快的 這件事情 因為我永遠跟年輕人在一起 那假如我上課的日程的話 我是六點半起床 七點三十分鐘就到學校 因為我總是 從來都是我等學生的 就是這樣 學生八點鐘來就開始上課 一個人一個半鐘點 連續不斷 到十二點半 所以半鐘就是我自己帶了飯吃 吃了以後下午就 有的時候一點半 有的時候兩點鐘就開始上 上到五點鐘 我們是一對一 就是對每一個學生是 以財使教 更加要像心理醫生一樣 你想想看 一個小孩子到我手裡 那才 才就七歲 六歲 那麼小的小孩 他們童年的時候 就是跟著你 少年跟著你 青年跟著你 你知道嗎 到談戀愛的階段了 那個孩子 過生過癢的情況都會有的呀 那麼有的失戀了 還在我那裡哭 什麼都有的 你還要跟他講啊 就 你這不等於他的第二個父母嗎 我做中提琴小提琴教員室主任 是從1984年到現在 38年了 我們每次樂趣考試都說 你除了一個外國曲子 你一定要拿一個中國曲子 非常要緊 1960年的時候呢 我們的學樂的演奏水準 跟全世界上的比起來 是很差的 要上台比賽的時候 我們四個女孩子 都是要上台的時候 都是喊著口號 為國爭光 就是這樣子上去的 我們國家 這十年的經濟的發展 國家的繁榮 這些東西真是給了我們 更多的自信 十年當中 我算是大概有三十六個學生 都獲得各種獎項 其中第一名大概有十五個字多吧 心情 心情就是馬上跟他說 很好 但是回去以後夾著尾巴做人 一切從零開始 因為這個藝術是無自盡的 希望今天我們來的孩子們 希望你們都基成我們的誓言 把中國小提琴 一定在全世界打響 好吧 孩子們 好 我不能講十年 因為我不知道我活幾年 反正就是我生命不止 教學不息嘛 就這樣